Hello 大家好 我是埃神文森哥哥 我身邊有哈菲的Above Hello Above 你知道我們香港人的了 最喜歡的知不知道是什麼 嗯 不知道 最喜歡的就是叉燒餅 我知道你們哈菲有一個獨門秘技 就是有一個急凍的 慢煮的 還可以拿到海洋那麼遠的叉燒 其實這個叉燒有什麼特別的 它最特別的就是 用這個日本無激素的快樂健康豬做的 那就是來自於日本紅本縣 即是部長Kumamo那個縣 是的 那它這隻豬其實要用一個豬介紹起來 它這個豬其實就比起一般的豬 是有不同的優勝之處 是的 我聽到你說快樂 就是豬本身那個生活是很快樂的 沒錯它是放養的 是的 即是它不只是在豬欄裡面 它有時候也要帶出去 牧場以外放養 然後再回來 回來了 它最主要是喝菊池水長大 菊池就是日本的十大名水之一 菊池就是那個水 即是菊池溫泉 大家就會聽說 它喝菊池水長大 所以它比其他的豬隻 鐵質是高了四倍那麼多 哇 接著美麗呢 即是金字邊做美麗的美 其實又會高出1.5倍的 其實這些種種的測試 它都是優質 殊勝過日本其他的豬隻 所以我們引入了 就是因為 小朋友又吃得健康 健康 那孕婦呢 其實就要增加他的鐵質 就更加需要吃這隻豬 那它這麼健康的時間 我們引進回來香港 其實就覺得很開心 可以吃到一些 這麼健康的無激素 快樂健康豬 還有呢 說真的 日本人本身做事都很講究 而且很細緻的 養豬都養得這麼細緻 而且拿來香港的時候 必定是很健康的 因為它們有這樣的級數 另外你用來做叉燒 沒錯 我覺得真的很貴存 對 叉燒 因為我們做的叉燒 其實就用了它一個部位 叫做煤頭的部位 煤頭其實只有這麼大塊 即是它離科的時候 也是這麼大塊 我們就裁了它最漂亮的部分 即是我們所謂的三粒的 精細的精細 沒錯 即是有半肥瘦 我們裁了它之後 就拿去 不是馬上燒的 是怎樣的 是要慢煮它 慢煮它 慢煮它 16小時 即是經過我們的研發 就做了16個小時的慢煮 慢煮完之後 才再進去太空腦裡燒它 哇 這樣嗎 沒錯 這樣就變成了 這個是香港的叉燒 因為其實我們為什麼不在日本煮 煮的叉燒 因為它反正都是日本煮 但是日本的叉燒 正正不合香港人的口味 是我們香港的叉燒最好的 要焦邊叉燒 要半肥瘦叉燒 對 港式叉燒 沒錯 剛剛講過了 其實可以揚威可愛 因為我上次感受過 其實在拿出來的時候 譬如冷藏了 可以放在滾水當中 大約8分鐘到10分鐘 拿上來 然後再可以在油和當中 加上蜜糖 拌一拌就已經可以吃了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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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就是方便 第一 我們現在要儲藏吃 不用說如果是深燒時份 哪裏會有這個燒尾泡 去給你斬料 深燒時份肚餓的時候 就在宵夜放毒的時間 就在這個冰隔裏 拿了一條-18度的叉燒出來 我們連用解都不需要 就這樣丟進去 100度的熱水當中 就是煮它10至15分鐘 然後拿出來熱烈烈烈 滾一下蜜糖汁 已經吃完了 很方便 我相信不單是香港人 甚至在外國的香港人 都應該很想試 你駕車出去唐人街 都要很久 你不如買一條在家 都不一定是港式 對 所以這個絕對是港式 也可以感受到健康 希望可以藉著黑毛粹叉燒 可以帶到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國家 沒錯 努力呼籲大家 在唐人街買不到叉燒 好了 還有一個好的介紹 希望大家 如果需要更好的資料 可以上網 PM我們也可以 好 麻煩你 謝謝 大家如果真的想吃到 這麼好的食材 其實很簡單 在樓下的說明文 就找到蝦菲的連結 卡進去就可以了